这绝对是脑洞最大的机甲之一 它拥有六只手臂 而且每一个手臂还能够发射出去 几十顿的铁拳能够自动制导 把敌人砸得稀巴烂 航母来到铁拳机甲的领地立马 就遭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就在航母要被击沉的时候 却出现了第三方势力 把铁拳机飞救下航母 铁拳机甲的驾驶者愤怒至极 决定要先把这碍事的家伙干掉 四个铁拳像火箭弹一样紧追不舍 烟箭就要被追上 运输机突然把头部面向天空 在铁拳砸过来的一瞬间 踩死油门成功躲避 可是因为超负荷 迫在导致驾驶者死雷阴晕了过去 铁拳再次追上来就要捏爆它 可下一秒却被一发炮弹射掉 原来救下它的是守卫航母的男主 秉着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救下了它 铁拳机甲要被气死 反手便让另外两只铁拳射向男主 他顾忌重施 连续几发炮弹射去成功 把铁拳打的偏移了轨道 其中一只铁拳砸向身后的大山 竟然意外地打通了一个 通往大山内部的神秘洞穴 航母船长见情况 连忙下令全速进入洞穴躲避攻击 男主为了帮助运输机对抗铁拳机甲 便跳下船前往战斗 航母进入洞穴后 使用舰载炮射击洞穴门口 成功利用碎石堵住了大门 让铁拳无法轻易打进来 机甲很快就控制铁拳以超高的速度冲向洞穴 可聪明的男主却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在高速的情况下 随便打中一炮就能够让他的位置大幅度偏移 接下来 运输机和男主便互相掩护着击落了剩余的铁拳 擎贼先擎王 男主决定要干掉发射铁拳的机甲本体 驾驶运输机的斯雷因知道了他的意图 便飞到低空让男主的机甲跳上来 强强连手便大大增加了打败铁拳机甲的可能 铁拳握成拳头状的时候是打不烂的 但它张开的时候却能够轻易击碎 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一点 等铁拳接近飞机要抓烂他们的时候 男主就一炮把铁拳击碎 经过他们的精妙配合 所有的铁拳都被击中弱点悉数毁坏 铁拳机甲愤怒至极 直接把本体化为一个河山一样大的拳头 冲向高空准备加速攻击 这么大的一个拳头 男主的机炮完全无法撼动他 马上要被砸到的时候 斯雷英却因驾驶技术高超主动失速躲过一劫 可这并没什么用 因为拳头立马就回过头再次发起攻击 就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一旁的大山里竟然射出了大量的导弹 成功打乱了拳头的节奏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震动 大山里竟然出来了一架飞行战舰 而且它的体积是普通航母的三四倍不值 而驱动这架战舰弹 竟然是火星公主 铁拳直接冲向战舰想要直接将其砸烂掉 可这时候男主却在他身后发射炮弹 炮弹成功击中脆弱的尾部 让他无法继续飞行 他刚刚掉到地上 就被迎面而来的战舰撞到了脸上 就这样成功打败了铁拳机甲 原来飞行战舰里面的就是刚刚驾驶航母的那些人 他们在洞穴里面意外地碰到了火星人 15年前遗留在这里的超级战舰 而火星公主又有能力驱动战舰 所以才把他开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